我们最后这一轮就有请赖坚平先生 赖坚平先生是个法律人独立学者 请他谈谈他的看法 有请 大家好 我想简单的谈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李克强的死因 我觉得现在李克强的死 无非是三种可能性 一种是被谋杀 这分两种情况 一个叫直接谋杀 就是有那个比如下毒 或者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其他方式直接把他谋害了 第二种是知道他有心脏病 或者其他疾病 故意比如不给他药 要间接的放任他死亡 这也是一种谋杀 你有就职义务 有就职条件 有就职的必要 但是他就是不就职 眼看他的死 那么就叫间接谋杀 所以总之这都是有动机 有预谋的谋杀 第二个是非故意的 比如医疗事故 比如医生用错了药了 或者他们救治不利 不是他们故意要怎么样 而是确确实实 心脏病发了 他们没有采取恰当的救治措施 导致了他的非正常死亡 那么这是一个叫事故 第三种可能性 那就是经过了全力的救治 确确实实无力回天 那么正常死亡 那么究竟是哪一种情况 我本人呢 我是没有办法做这个算命先生 我也不能忘下论断 我也不可以去进行的这个猜测 但是从逻辑上讲 李克强是习近平最大的隐患 即使李克强已经退位 但是他的实际的影响力 是极其巨大的 如果有一次像样的 比较有规模的民间的风吹草动 李克强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习的反对派 会成为反对派的一个共主 所以呢 这个对于习近平来说 对于最高当权者 他有谋害李克强的动机 有能力 有条件 而且说的简单一点 甚至就跟踩死一只鲁鱼一样 他随便安排一个某一个环节 对他作为一个什么手段 把他弄死是很简单的事情 那么既然我不敢往下揣测 那么我觉得呢 就要从一种所谓用我们法律人的思维来解释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你必须赋予当事人的家属最最起码的权利 那你要说现在有呼吁 让这个什么国务院党中央成立联合调查小组 他自己调查自己 这个逻辑上是不太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 成立调查组 他也是奉旨办事 得出的结论不可能是令人满意的 即使是被谋杀了 他走过场反而把他给他背书 合法化了他这个谋杀行为 那么只有家属 李克强的老婆孩子 他们最有最直接的发言权 有最直接的权利 他有钱要求验尸 有钱要求甚至请国外的这个专家 在这个充分的透明之下进行各种各样的按照程序办事 这叫程序正义高于实体 既然你作为当权者 你有可能你有动机有能力谋杀李克强 那么为了摆脱干系 你就必须而且这也是当事人的基本的权利 甚至是人权 你让家属去主张他的权利 把这个程序正义如果已经走到最后 证明他确确实实是正常死亡 那么没有什么话可说 那么但是呢 很遗憾的很可怕的是 即使是位高权重到了这个国家二号人物 他的家属甚至比完普通老百姓 可能还权力的更低 普通老百姓可能还会跟政府的 跟共产抢尸体 可能还会大闹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政府的这个办公场所 但是李克强的家属 他连这个能力和条件都没有 他要毁尸灭迹 立即火化 谁也拦不住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是最最可悲的一个事情 他李克强的家属 他不太可能像普通老百姓那样 普通老百姓最少最少 我们刚才说还有一些 这个这个最最原始的最初级的手段 当然最后的结果 都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 这个但是起码他还能 走一走这个这个样子 但是李克强的家属恐怕连这个都没有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只能按照比如我们日常的这个交通事故 能够任何一方 你要声称自己没有责任 但是你要挪车了 你破坏了现场 对不起 推定你权责 所以如果说共产党习近平当当权者 如果没有让这个李克强的家属 社会公众 这个这个行使这种起码的程序正义这个权利 那么我本来我就推定李是李这个这个习近平谋杀的 因为他有动机有行为有能力 有有能力有有条件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想简单谈一下这个所谓的对政局的影响 对政局的影响呢 包括应该是看两方面 一个是当前当下 一个是未来长远 当下来说呢 虽然有一些次发的这个悼念 聚集 也有往上往下 线上线下 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示 但是呢 习当局呢 肯定是会严防死守 会奴隶大敌 会控制的异常的这个严密 所以当下就不太可能有实实在在的 类似事物或者是要帮去世 那样的一种社会运动 所以我在这方面呢 不是很乐观 再说呢 现在的人呢 恐怕 这种道德勇气呢 也大不如从前了 血性程度比较低 这个这个 所以这个眼前呢 恐怕不太可能有什么大的冲击 从长远看呢 也会有两方面的效应 一方面呢 可能会削落 这个习政权的合法性 会对习政权的更加不满 会认为这个人心狠手辣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呢 他会增加他的反对的力量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也可能产生一种寒蝉效应 有意思很多人呢 特别体制内的 他就可能会学得更加乖巧 更加的贪生怕事 更加的这个服服帖帖 所以呢 这个两方面的这个因素都有 但是当然对于民间 对于这个甚至国际社会 普遍的更长远的一个认知 或者一个冲击 那就是会更加的坐实 习近平的一个暴君的形象 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简单的理解 我就讲这么多 谢谢 习近平先生讲得非常到位 并且把这个会对这个中国社会 和体制内的影响也都一并讲了 那么我们先